對我而言 每一次的迴響都是 都是在傷害我 為什麼我長榮航空 沒有保護過我 我是你的第一線員工 你長榮你每次都說 我是員工是長榮航空 最珍貴的資產 可是這個時候長榮航空 你到底在哪裡 就是這一名 體重約200公斤的外籍乘客 搭機要求長榮空服員 協助脫掉內褲 擦屁股等不合理的服務 造成這名空服員 身心嚴重受傷 決定申請 柳子挺心 我很受傷 因為我早上回來 在我皮膚心情之後 是我自己打電話給 我們長榮航空的辦公室 我告訴他我要供傷 長榮航空從來都沒有關心過我 至今 第一個我要申請供傷 第二個 我現在沒有辦法再上飛機 現在我心理狀態 是沒有辦法保護飛機上客人的安全 所以我想要跟公司申請留聽 求者明白的女客 對空服員不合理的對待 這件事情也撞擊出很多問題 她沒有行為能力 她本來應該要有照護人員陪同 才可以上飛機 為什麼公司完全沒有任何註記 在空服員不知道這個客人的任何資訊的狀況下 就讓她上機 為什麼長榮航空沒有辦法落實黑名單的制度 為什麼沒有辦法拒戰 這名受害的空服員 今天就召開記者會說明 這名白人女客 如何要求空服員做不合理的服務 我就這樣拿著她 拿著這個毯子 然後她很粗魯的直接打我的手 把我的手打掉 她說把這個拿走 我不需要這個 你現在過來脫我的內褲 我要上廁所 甚至上完廁所要求空服員 協助擦屁股穿上內褲 她就說 OK 我現在好了 你可以進來擦我的屁股了 空服員拒絕這名女客的請求 竟遭到對方如此的對待 然後她就咆哮我 她說 你答應過我的 我剛才在後面的時候 我說我需要協助的時候 你有答應我要 你有答應我要幫我擦屁股 最後是桌商長出面 協助這名二子女客擦屁股 在擦屁股的當下 她就說 喔 嗯 deeper deeper 然後她還質疑我桌商長 沒有把她的屁股擦乾淨 叫她再重擦一次 我的桌商長擦了三次 她並沒有感到滿意 她最後還說 你最好是有擦乾淨 根據長榮公提供的資料 這名二子女客過去 乘搭乘過長榮公二十多次 公司僅在去年 借獲一次尾報 目前我們能夠詢問到的是三次 我們掌握到最早最早的是 在去年五月 她就已經開始 頻繁的搭我們的航班 那第一次空服員是拒絕她 所以她那一趟航班 她就直接拉在位置上